在凯尔特人没有踏足不列颠岛之前,孤玄海外的不列颠岛处于最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神秘的不列颠岛原住民生产工具和宗教信仰都极其原始,然而他们却在如此落后的条件下,建起了神秘的巨石镇,而巨石镇在此后也成了英伦三岛最著名、最神秘的史前遗迹。 公元前700年左右,一只印欧与稀的民族凯尔特人从东欧一路向西,飘洋过海到达不列颠,把铁骑文明带到了岛上,也带来了战争和他们的国王。 随着凯尔特人对不列颠岛的开发,岛上原始的采集狩猎的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变,凯尔特人渐渐地成为了岛上的主体居民。 而凯尔特人为不列颠带来了农耕文明,塑造了不列颠文明最初的底色。 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罗马发动了征服高卢的战争,当时,不列颠岛与高卢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罗马将军凯撒觉得不列颠与高卢之间是在秘密勾结,以共同抵制罗马的扩张,于是以此为借口对不列颠岛发动了进攻。 但前期凯撒未能征服不列颠,真正把不列颠纳入罗马版图的是皇帝克劳迪。 公元43年,罗马大军再次出兵不列颠,虽然凯尔特人顽强抵抗,但在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罗马大军面前,凯尔特人一击击溃。 自此,克劳迪完成了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 随着对不列颠的扩张结束,罗马在不列颠的内政建设快速走向繁荣, 基督教在罗马人的庇护下迅速传播,不列颠迅速罗马化。 罗马人对不列颠岛统治将近400年,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 罗马人再也无力支撑对不列颠岛的统治。 于是在公元5世纪初,罗马人撤出不列颠岛, 罗马帝国对不列颠的统治时代自此落幕。 随着罗马人的撤离, 暗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岛, 并逐渐成为岛上的主体居民, 岛屿也开始叫做英格兰。 而在此后的400多年时间里, 岛屿上逐渐形成七大王国, 如同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 到了公元9世纪, 七国当中的威瑟克斯王朝崛起, 威瑟克斯王朝就像春秋战国式的秦朝, 他先后灭了其他六国, 结束了不列颠岛七国争霸的时代, 完成了英格兰的统一。 但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 维京人组成的北欧海盗大肆入侵不列颠岛, 他们攻城掠地, 不断骚扰威瑟克斯, 在多次与维京人的交战中, 威瑟克斯王国失败了几次, 不得不交重金买和平。 公元871年, 阿尔弗雷德继承威瑟克斯王朝的王位, 阿尔弗雷德就像翻版的秦始皇, 在他上台之后, 为了一雪前耻, 他对内通过强有力的军队改革, 修筑攻势堡垒, 对外痛击维京海盗, 维护国土。 在阿尔弗雷德的统治下, 不列颠倒自此获得了长期的安宁, 而在抵抗维京人的过程中, 阿尔弗雷德也把整个英格兰凝聚到了一起。 自阿尔弗雷德开始, 其子孙连续无畏都是上午的国王, 打败了不断入侵的维京人, 使萨克逊人的统治在英格兰全面复兴。 而在内政建设上, 阿尔弗雷德积极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他颁布了阿尔弗雷德法典, 并主持编写了《安格鲁·萨克逊》编年史, 与此同时, 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将居民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这一系列的操作, 让不列颠倒上的居民有了英格兰的文化认同, 阿尔弗雷德大帝统一了英格兰最初的文化政治, 阿尔弗雷德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也使其成为了欧洲中世纪最杰出的君主之一, 得到后世广泛的纪念, 而他被尊称为英国国父。 公元1066年, 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远征英格兰, 成为英格兰国王, 开启诺曼王朝的统治, 但威廉远征英格兰的过程也相对比较复杂。 原本威廉是英王爱德华的表弟, 因爱德华没有子嗣, 所以威廉又继承英王的资格, 爱德华也曾许诺将王位传授给他。 威廉对海峡对岸的英格兰一直也有想法, 而另一位英国大贵族哈罗德是王后的弟弟, 他得到了闲人会的支持, 被推荐为英国国王。 围绕着王位之争, 威廉和哈罗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最终威廉凭借着野心和手腕, 通过黑斯廷斯之战彻底将哈罗德打垮, 并于1066年12月进入伦敦加冕为王。 征服英格兰之后, 威廉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 他把封建制度从欧洲大陆带到了英格兰本土, 自此, 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自从诺曼征服后, 由于英国国王同时又是法国公爵, 两国就开始了关于领土和继承的争端, 为此后的英法百年战争埋下了种子。 到了公元1154年, 亨利二世继承王位, 金雀花王朝开始, 在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继出现, 为英格兰本土培养了大批人才, 推动了英国文化的发展, 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在此后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两所大学。 1187年, 穆斯林领袖萨拉丁攻克耶路撒冷, 而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圣地, 因此基督教世界大为震惊, 于是是由英格兰王国、 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所组成的天主教联军, 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最终联盟于穆斯林世界签订了停战协定。 而石新王李察一氏参与十字军东征, 是英军首次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让英格兰的影响力在东径途中有所扩大。 1999年, 石新王李察一氏去世, 其弟弟约翰继位。 约翰在位期间, 对外战争屡屡失败, 为筹集军费不得不大幅增税, 因主教任命问题由于教皇产生分歧, 同时未产出异己又与不少贵族接仇, 这招致了英格兰贵族的强烈反抗, 导致内战爆发。 到了1215年, 贵族代表与国王展开和谈, 为了约束国王的权力, 贵族代表逼迫国王签署了大宪章, 迫于刑事, 约翰当时也只能签了。 然而, 签署完毕后, 约翰又后悔了, 随后又将其撕毁, 此后, 贵族们又不乐意了, 又准备开始闹起来。 他们反复拉扯, 反复纠缠, 直到约翰去世。 其儿子亨利三世继位后, 由于年龄上小, 为寻求贵族支持, 也不得不遵守大宪章的约束, 但在这权力拉扯过程中, 大宪章不断反复修改确认, 在王权衰弱时拿出来限制王权, 在王权强势时隐匿身影, 在阶层争取权力时被当作武器, 但大宪章在后来逐渐成为英国的宪法性文件。 而此后的日本, 美国都学习了英国宪政, 大宪章也就成为了世界宪章之母。 亨利三世亲政后, 为了摆脱英格兰贵族的约束, 于是重用了很多法国亲戚和贵族, 自此外来贵族和本地贵族斗争不断, 并且亨利三世上台后, 没能夺回其父亲约翰丢失的土地捕术, 还连吃败账, 进而又增加赋税, 再次引发贵族的反叛。 17258年, 亨利三世的妹夫孟富尔带领全服武装的士兵逼迫国王签署了牛津条约, 要求组成一个永久议会和国王一起处理国务, 尤其是税收。 贵族们为了争取到自由民众的支持, 又发起了许多立法改革, 形成威斯敏斯特法案, 为自由民争取一些权利。 对于这两个法案, 亨利三世很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稳定和获得这些贵族的支持, 可以尽早筹集军费, 等前一到手, 亨利三世立马翻脸, 条约立马被飞除, 叛问的孟富尔也被驱逐出境。 到了1264年, 忍无可忍的贵族与亨利三世直接开战, 英格兰内战爆发, 而1264年至1267年间的英格兰内战 又称第二次南绝战争。 在战争期间, 贵族们把孟富尔请了回来, 而孟富尔也不负众望, 最终击败了国王。 在国事的处理上, 孟富尔和贵族们抛开国王, 用议会来解决国事, 而当时的议会也叫做孟富尔议会, 从昂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 虽有议会传统, 但都是长老决议, 诺曼征服后, 宫廷大臣, 高级僧侣, 封建贵族集军一官可参加议会, 而孟富尔议会则认为, 国事应该先交议会讨论, 而议会的参与者, 应不仅仅是国王和贵族, 市民也能参与, 所以, 孟富尔议会成为了英国现代议会的开端。 孟富尔原本是属于法国贵族, 当时推翻亨利三世也只是和英格兰贵族一样, 是希望国王改变政策。 而随着孟富尔执掌大权, 引发了一些本土贵族的不满, 加上当时贵族效忠国王的观念仍旧还在, 所以, 英格兰贵族在太子爱德华的带领下, 又击败了孟富尔的军队, 使得亨利三世重回王位, 并废除了牛津条例, 虽然条例被废除, 但是宝贵的议会制度在当时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到了爱德华一世继位后, 为了平衡国王与贵族平民的关系, 他也延续了这些条款和议会制度, 巩固了英国政治制度。 在英格兰内乱期间, 另一边的威尔士则臣内乱之际大搞独立运动。 当时贵尼德国王小卢埃林 与亨利三世签订蒙哥玛丽条约, 自任威尔士亲王。 亨利三世同意贵尼德王国对威尔士的统治, 但作为亲王, 国王小卢埃林仍旧要向英王行臣福利, 并且还得向英王纳贡, 有点攀署国内未到。 但此后小卢埃林违法了这个约定, 于是爱德华一上台, 就决定收拾威尔士。 1277年, 爱德华征集1.5万大军, 浩浩荡荡开向威尔士, 到了公元1284年, 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 颁布了威尔士法, 将威尔士纳入英国版图, 为现代英国的版图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了1400年, 威尔士贵族欧文不满英王亨利斯氏的统治, 公开叛乱, 而后又被英王收拾了一顿, 自此, 英格兰加强了对威尔士的统治。 1536年, 英格兰通过了联合法案, 英格兰把威尔士彻底合并, 统一了政治和法律, 并且英语也成为了威尔士官方语言之一。 爱德华在征服威尔士之后, 又企图将苏格兰也纳入到英国的统治之下。 苏格兰是英伦三岛之一, 一直有着自己的王国和文化习俗, 而随着英格兰的崛起, 北边苏格兰的领土让英格兰垂涎欲低。 1290年, 苏格兰女王去世, 但其没有王位继承人, 爱德华觉得这是个机会, 于是扶持傀儡上台控制苏格兰, 但遭到了苏格兰人民的强烈反对。 最后爱德华也不装了, 那干脆自己干吧, 于是挥尸北上, 对反叛的苏格兰人进行扫荡和镇压。 当时, 爱德华自认为苏格兰是主书的鸭子跑不掉了。 然而, 当他离开苏格兰之后, 反抗英格兰统治的斗争在苏格兰全境兴起。 而在苏格兰独立战争中, 就诞生一名有勇有谋的起义军将领华莱士。 1297年, 华莱士率领的起义军在斯特林战役中已少胜多, 全间英格兰军队, 这场战役让华莱士名声打造。 因此, 华莱士得到了苏格兰贵族的支持, 并任命其为统帅, 领导苏格兰独立大业。 然而, 古人常说, 枪打出头鸟, 华莱士的勇猛也彻底激怒了爱德华。 1298年, 爱德华集结万人部队, 新征苏格兰, 与华莱士展开决战。 论军事才能与实力, 华莱士根本不是爱德华的对手, 华莱士最终惨败, 当时华莱士向苏格兰贵族求救, 然而贵族们却摆了白手, 面带微笑着摇了摇头, 对着华莱士动动嘴皮喊了喊加油, 历史的真相是残酷的, 当时的贵族们并不喜欢华莱士, 只不过他能够对抗英格兰军队, 所以在华莱士逃出来之后, 不断地和英格兰打着游击, 但最终爱德华还是将其抓回伦敦, 对其实施了残忍的酷刑, 但华莱士的惨死, 并没有下退苏格兰人争取独立的决心。 到了1314年, 布鲁斯领导苏格兰人民打胜了班洛克本战役, 苏格兰争取到了独立地位, 由于苏格兰独立运动持续不断, 长期以往也不是格式, 最终英格兰通过联姻获得兼并苏格兰的可能。 1603年,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位称为英格兰国王, 苏格兰与英格兰最终合并成为共主联邦, 共主但分治。 从1337年开始到1453年, 因为王位继承问题和领土争端, 英法两国陆陆续续发生了一百多年的战争, 史称百年战争, 自从诺曼征服后, 由于英国国王同时又是法国公爵, 两国就开始了关于领土和继承的争端, 而两国各有各的想法, 所以一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暧昧不清。 1328年, 法王查理四世去世, 卡佩王朝爵死, 围绕着王位的继承问题, 这种微妙的平衡彻底打破, 法王查理无子无兄, 英王爱德华三世世纪外甥, 按照惯例有资格继承王位, 但当时却遭到了法国三级会议的反对, 法国转而推举查理的一位唐职为王, 这让爱德华三世忍无可忍, 百年战争就此爆发, 从战争爆发到1360年, 英国战绩斐然, 从爱德华三世到亨利五世, 战争延续了四代人, 在这期间英国胜多败少, 法国不是割底就是赔款, 特别是亨利五世时期, 亨利五世更是带领英军打进法国腹地, 英军势如破竹, 占领了巴黎和法国北部, 收复了整个诺曼底, 因421年, 英法签订特鲁瓦合约, 法国割让大片土地, 还被迫送出一位公主, 嫁给亨利五世, 但英国此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接着在伊因428年, 英军继续为公通法国, 要四奥尔良, 法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此时, 法国的斗志在危机关头被唤醒, 整个局势很快扭转, 此后, 英军不断败退, 占领的领土也丢失殆尽, 最终在伊因453年, 英法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自此百年战争结束, 英国从欧洲大陆杀鱼而归, 几乎丧失所有占领的法国领土, 从此只能专注于英伦三岛的事务,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 说完了英法百年战争, 我们再把目光挪回此期间的英国内部, 在英法百年战争开启后, 为了提升士兵战斗力, 拉拢各方实力, 爱德华三世设立了加德勋章和加德骑士制度, 爱德华三世组建的骑士团, 以加德勋章为标志, 而加德勋章在此后, 也成了英国最高的勋伟和荣誉, 加德骑士团与当时欧洲大陆上大名鼎鼎的条顿, 圣殿, 医院骑士团不同, 前者是第一个世俗骑士团, 是为了维护国家而组成, 而后者都是维护宗教信仰的骑士团体, 当时爱德华三世设立这个荣誉制度, 写着一箭三雕的效果, 一是可以用荣誉巡卫拉拢国内贵族, 用骑士精神约束他们, 二是争取外国知识者是, 如不适合封决, 可以授予此荣誉勋章, 三是嘉奖建立军功的士兵, 提升战斗士气, 随着骑士团的发展, 布博王朝的亨利八世颁布法令, 最终确认了英国的荣誉制度, 而从加德勋章到加德骑士团, 英国建立起了一套荣誉制度, 与爵位制度共同构成了英国贵族体制, 1348年至1350年期间, 黑死病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大肆传播, 给英格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劳动力大幅削减, 但是英国为维护地主贵族的利益, 出台法令禁止提高农民工资水平, 而此时, 正值英法百年战争期间, 前期英国所向披靡, 抢了大笔钱财回国, 导致国内物价上涨, 而到了后期战事吃紧, 为筹集军费, 英王又开始增加税收, 农民被压榨得苦不堪言, 于是在1381年, 英国东南地区的瓦特泰勒, 带领民众揭干而起, 有点点像英国版的陈胜无光起义, 起义往往九字一生, 瓦特泰勒也不例外, 当时他们打着清军策的口号, 但是最终把自己给清了, 而此后, 英国各地纷纷暴动, 英国政府组织军队四处镇压, 许多起义军领袖最后被送上断头台, 但是这已经形成了一场席卷全英格兰的起义运动, 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运动, 瓦特泰勒的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是却标志着英国农奴制开始走向终结,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 一些英国贵族趁机扩大私人武装提升权力, 而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六世在对法战争中接连失利, 并且丢失了其父亲在法国所取得的丰硕战国, 因此逐渐失去了英国贵族的支持, 到了1455年,围绕着英格兰王位的争夺,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两个家族的家徽分别是红玫瑰和白玫瑰, 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红白玫瑰战争, 由于两个家族都是此前金雀花王朝的皇亲国期, 而兰开斯特家族率先建立王朝, 两大家族在权力问题上一直摩擦不断, 围绕着王权的争夺, 双方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极限拉扯和厮杀, 最终在1485年, 兰开斯特家族坚持到了最后, 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通过联姻的方式, 迎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为妻, 合并了两大家族, 平息了王位争议, 开启了都多王朝, 而玫瑰内战造成了大量贵族伤亡, 为都多王朝的发展壮大扫清了障碍, 英国即将进入王权高度集中的巅峰时期。 16世纪前期, 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表95条论纲, 质疑天主教会的腐败, 指责天主教披着神的外衣榨取信徒的钱财, 于是欧洲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 但英国当时没有跟随整个欧洲的潮流, 英王亨利八世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想通过支持讨好天主教会寻求支持, 以为自己换取更大的利益。 事情的转机还得从亨利八世闹离婚这件事说起。 亨利八世的妻子凯瑟琳是西班牙王室的公主, 但他们之间的婚姻并不是你情我愿, 带有满满的政治色彩。 另外, 凯瑟琳没有儿子, 只有个女儿, 亨利八世一直想要个儿子继续他的王位, 而如果女儿继承王位后, 那么一旦和别国王室结婚, 意味着英国极其容易被别国兼并或者控制。 所以, 亨利八世在这些问题上思考颇多, 这婚不离不醒。 但是凯瑟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有着传统的相夫教子的思想, 并且声誉极高, 其背后的王室势力更是庞大。 所以, 罗马教廷不敢得罪, 索性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 这让亨利八世非常生气, 索性他也布状了直接摊牌1533年, 英国主教去世, 不等罗马教廷派人, 亨利八世直接安排新教主, 并让新教主批准自己的婚姻安排。 这让教皇非常愤怒, 于是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级。 亨利八世也够硬气, 他直接宣布英国教会自立门户, 脱离罗马教廷, 以后英国教会只听国王的, 还安排国会出台立法至尊法案, 确定此事。 而亨利八世这招釜底抽薪, 即保住了自己的教级, 又和罗马教廷贴得干干净净。 但宗教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 亨利八世改革之所以较为顺利, 也得益于玫瑰战争清除了大量的贵族, 那么能与国王教版的就只有教会了。 而从亨利八世拉开了英国国教独立的序幕开始, 整个改革浪潮经历了四位国王, 期间出现了各种利益纷争和血腥压迫。 到了1563年, 伊丽莎白仪式批准议会制定的39项信条, 规定了英国教会的教义, 圣经也成为了大家信仰的唯一准则。 不可否认, 亨利八世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中, 使英国君主专制得以缺利, 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为英国国教, 宗教改革得以实行, 标志着英国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的完成。 在英国忙着宗教改革, 王室独揽大权之时, 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了新航路, 发现了新大陆, 转得盆满钵满。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纪委后, 发现早已错失先机, 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利益。 1492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欧洲人开始向美洲殖民并建立种植园, 但是当时欧洲移民少, 而土著印第安人不是疾病就是被屠杀, 数量锐减, 种植园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这就让后来为英国皇家效力的霍金斯发现了新的商机, 那就是黑奴贸易有利可图。 霍金斯家族时代从事海外探险, 集商人、航海家海盗于一身, 所以常常打家结舍, 捞点片门。 1562年, 霍金斯开启了第一次罪恶的黑奴贸易, 而第一次纯粹是他个人的私活。 霍金斯带着一帮人和三艘船只, 到达非洲海岸扑获黑人, 把三艘船塞得满满当当, 然后将黑人运输美洲中部, 换取大量的钱财和物资。 首次黑奴贸易, 让霍金斯尝到了甜头, 而他的此次的收获更是让很多英国人眼馋, 也包括英王伊丽莎白一世。 当时伊丽莎白一世是拒绝的, 毕竟这种贸易极其不光彩, 也不道德, 但是在其机位时, 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已抢占先机, 所以他也想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利益, 特别是霍金斯满载而归之后, 将一堆真金白银摆在他面前, 伊丽莎白一世眼睛都直了, 想不动心真的太难了。 所以霍金斯第二次黑奴贸易, 就得到了英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 如果说霍金斯第一次是私货, 那么第二次开始就是属于公干了。 而霍金斯最恶的黑奴贸易, 也让其成为了英国的民族英雄, 女王伊丽莎白给他颁布了勋章。 从那以后, 英国乃至诸多欧洲人从本土出发, 到达非洲铺货黑人再卖到美洲, 形成了罪恶的三角贸易。 而霍金斯无疑是掀起了贩卖黑奴的狂潮, 带来了数百年的黑奴血泪史, 甚至时至今日, 在美国仍留下了难以解决的种族歧视问题。 从15世纪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 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扬帆出海, 神奇的新世界和巨额的财富又吸引一代又一代欧洲人前仆后继。 最早开始航海探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把控着新大陆, 其他欧洲国家只能利用海盗打家结舍, 分饰新大陆的财富, 当时英国的海盗最为猖獗也最为有名。 这就不得不提英国有名的海盗德雷克, 德雷克经常在大西洋抢劫西班牙的商船, 让西班牙人不胜其烦。 可能在大西洋待得久了没啥意思, 所以在1577年, 德雷克又准备干点新鲜事, 去开辟太平洋新殖民地, 于是, 他打算沿着迈哲伦的航行路线向大洋深处进发。 然而对于迈哲伦的航行路线, 德雷克半信半疑的, 最后却意外地完成了环游世界的壮举, 在这期间, 德雷克的海盗工作也没有落下, 可谓是走到哪节道啊, 可能也是冤家路窄, 在航行途中又意外发现西班牙人的据点和商船, 于是又狠狠地捞了一笔。 而且由于, 他在麦哲伦海峡的南边发现了更辽阔的航行路线, 所以, 在美洲和南极洲中间的海峡, 最后以他的名字命名, 德雷克海峡。 1580年秋, 德雷克完成了环球航行回到英国, 为英国带回了大批的金银财宝和香料, 伊丽莎白女王亦高兴授予其爵士身份, 此后并进入英国海军开展海军改革, 给英国未来的航海事业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 海盗们率领着失去地理大发现, 新机的英国冲向了海洋。 英国的海盗活动让西班牙忍无可忍, 为此后因西海战满下了祸根。 1587年, 伊丽莎白一世为防止天主教戒机叛乱, 于是处死了苏格兰女王玛丽。 玛丽女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又具有英国王位的继承资格, 所以玛丽女王被处死, 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趁势和英国开战, 原本英国猖獗的海盗就已经让西班牙很不爽, 如今是时候收拾下这祸了。 于是在1588年, 英国和西班牙爆发了大海战, 在当时来说,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整个欧洲确实是无敌的存在。 在战争开始, 西班牙舰队决定联合陆军主力, 发动跨海作战, 然后登陆英国。 但是英国这边确实也不是吃素的, 开战前, 英国就派出了德雷克, 德雷克简直就是西班牙人的噩梦。 而与此同时, 其表弟霍金斯担任英国海军要职数十年, 让英国海军焕然一新, 你没听错,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开启黑奴三角贸易的霍金斯。 这两兄弟都是海盗出身, 海上作战经验丰富, 又熟悉西班牙船只的优劣, 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海上的风也帮了英国海军一个大忙。 首次海战就像是借鉴了赤壁之战的作战经验一般, 德雷克点燃船只冲向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随后又趁机展开大规模的围追堵截, 西班牙无敌舰队损失惨重。 英国最终获得了海战的胜利。 自1588年大海战之后, 英国海军多次远征西班牙, 但是战果一般, 虽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海战中惨败, 但仍有着强大的海军实力, 而两国之间的摩擦冲突, 直到詹姆士一世继位后, 双方才签订停战协议。 但是不可否认, 1588年海战撕开了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一个缺口, 也标志着英国迈出了建立海洋霸权的第一步。 从1595年开始, 荷兰陆续成立多家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公司, 后来合并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大片航路和国际贸易, 赚得盆满钵满。 这让许多欧洲国家眼馋也都纷纷效仿, 英国就是其中之一。 1600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女王伊丽莎白仪式授予的皇家特许状, 有了贸易垄断权。 到了1601年, 英国贵族推荐海盗詹姆斯兰开斯特前往东印度, 进行海外殖民贸易。 这个兰开斯特曾经是德雷克的手下, 至于英国为什么要选择海盗率领船只前往, 这其中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海盗既能最权, 既能打仗又能航海, 关键会做生意还能吃苦。 但当时无论是印度还是东南亚地区的殖民贸易, 早已被葡萄牙和荷兰垄断控制, 英国想要在此处做生意, 绕不开葡萄牙和荷兰。 1612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战胜了印度的葡萄牙人, 受到了印度王室的青睐, 英国抓住机会在印度迅速扩张, 对东印度进行殖民垄断。 而在17至18世纪近百年的时间里, 围绕着海上贸易控制权, 英和又爆发了数次战争。 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之后,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 大力发展海上贸易, 在17世纪下半夜, 荷兰已经打造出全球首屈一指的商船队伍, 在不断扩张海外殖民地的同时, 也垄断了世界各国的海上贸易, 被誉为海上马车夫, 当时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 颁布航海条例, 建制荷兰。 随后在1652年英和战争爆发, 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 英和打打停停, 最终荷兰不敌英国, 这个曾叱咤风云的海上马车夫, 退出海洋争霸的舞台。 英国当时颁布的航海条例, 原本就是为了保护英国本土产业的发展, 但同时也限制了自己海外殖民地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间接地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和发展, 使得英国控制着将近半个地球的 海上贸易。 英和战争的最终胜利, 也使英国迎来了海洋霸主时代, 为英国开辟更广阔的殖民地, 建立日不落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03年, 伊丽莎白一世驾崩, 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士一世 成为英国国王, 开辟了斯图亚特王朝。 1642年, 查理一世就任英国国王, 围绕着征税问题, 查理一世与英国议会产生了诸多矛盾。 查理一世认为军权神兽, 国王权力高于议会, 但是议会成员不同意了, 彼此拉拉扯扯, 最后查理一世干脆发动内战, 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 当时英国分成了两派, 议会领导的议会派 和国王领导的亡党派, 两派的对立, 标志着英国内战的爆发, 议会派在克伦威尔的指挥下 最终打赢这场战争。 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成为了唯一位被斩首的英国国王, 英国的军主体制暂时结束。 内战结束后, 克伦威尔宣布英国成为共和国, 自己担任护国公, 由此开启了属于他的军事独裁统治。 克伦威尔统治英国期间, 可谓威风凛凛, 一手治理英格兰, 一手拳打苏格兰, 同时脚踩埃尔兰和荷兰, 带领英国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然而, 克伦威尔独裁统治的弊端 也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对议会的高压统治, 所以民众对其独裁统治感到非常不满, 甚至开始怀念国王时代。 1658年, 克伦威尔去世, 护国公体制瓦解, 其独裁统治与建立共和国的尝试 也宣告失败。 而克伦威尔去世后的下场 也是挺惨的。 1660年, 查理二世在议会的雍丽下 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 重建英国君主制度。 而拥立查理二世的这拨人, 还是当初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这拨人, 对于议会来说, 谁是国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是否坚守奉行国教, 并且能够平衡国王与议会的权利。 但实际上, 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之争, 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解决。 但查理二世在位期间, 矛盾相对平缓, 为了顺应民意, 查理二世一开始也只能选择了妥协。 而在查理二世在位期间, 他大力支持英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基于当时的科学发展组织, 签署皇家特许状, 授予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的名称, 简称皇家学会, 而皇家学会鼓励科学家积极探索和创造发明。 所以, 英国皇家学会有着许多非常有名的人物, 比如爱因斯坦、达尔文、牛顿, 以及数学及物理学家霍金等等。 英国皇家学会标志着英国成为近代自然科学中心。 1679年, 围绕着查理二世王位是否由其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的问题, 英国意会内部斗争不断。 由于查理二世的子女都是不合法的私生子, 能继续其王位资格的也就只有其弟弟詹姆斯二世。 但詹姆斯二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 这与议会要求的国教信仰格格不入。 所以, 当时议会就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是坚持宗教改革, 要求剥夺詹姆斯二世继承权的激进派辉格党, 一派是坚持王位继承正统性, 保留詹姆斯二世继续权的保守派脱离党, 国王和天主教士都属于这个派系。 为了阻止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 辉格党在1679年提出排斥法案, 要求剥夺詹姆斯的继承权, 但被查理二世拒绝并解散了一回。 此后, 辉格党又多次提出排斥法案, 但结果仍旧是没有通过, 反而遭到了国王强力打压, 最后, 詹姆斯二世还是继承了王位, 而围绕着王位继承和排斥法案的斗争, 让辉格党和脱离党形成了政党的基本特征, 也标志着英国的政党政治出行出现。 1685年, 詹姆斯二世如愿登上了英王宝座, 然而其上台后, 大理支持天主教的发展, 处处为天主教牟利任用天主教徒担任要职, 同时又压制新教的发展, 这导致了大部分是新教徒国民的强烈不满, 而议会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以上那一合计, 决定发动光东革命。 此时的议会也是有了前车之鉴, 悍然地与国王对立, 很有可能引发内战, 造成流血冲突。 于是, 议会密谋写信给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 请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由于威廉夫妇此时在荷兰执政, 且都是新教徒, 有着共同信仰, 并且威廉也有着英国王室的血统, 所以对于议会而言, 让他们统治国家有利于议会。 而对于此时遭到英法威胁的荷兰而言, 如果威廉能够得到英国的帮助, 荷兰在对抗法国则会更占有优势。 所以威廉一合计, 反弹老爹的计划可行。 1688年, 威廉率领万人军队向大不列颠进发, 一开始威廉也极其担心其岳父和英国国民反抗, 但没想到的, 所到之处都是热烈欢迎的掌声。 更有意思的是, 此时詹姆斯二世的军权被丘吉尔给骗了, 这个丘吉尔就是二战时期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的祖宗。 詹姆斯二世当时很无奈, 眼看没有人支持他, 只能挟妻带女仓皇出逃, 詹姆斯二世就这么撂了挑子, 反而威廉夫妇顺理成章地成了新国王, 光荣革命就此结束。 此后, 议会出台了权力法案, 大大的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到了1701年, 威廉三世签署了王位继承法案, 自此规定王位不得传给天主教徒。 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君主立先之确立, 国家权力向议会转移, 英国开始走向现代化, 为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威廉和玛丽上台执政后, 把英国治理津津有条, 而国内政局稳定后, 英国开始把目光放到海外的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 当时英国在海外殖民扩张的对手主要还是西班牙, 可西班牙日渐衰落, 但海外殖民地可不少。 而路上的对手主要是法国, 自路易十四上台后, 法国国力鼎盛, 野心勃勃, 更有独霸整个欧洲之势。 在1701至1714年间, 围绕着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 三国之间的较量也彻底摊牌了。 当时西班牙王国然并不起生命垂危, 其无子四季成其王位, 但是西班牙却有着海外数不清的殖民地, 还有从殖民地搜刮的大量金银财宝, 这谁看了都得眼馋。 英国国王威廉也不例外, 左思又想, 到底怎样才能吃下这块大肥肉, 终有一天毛色炖开, 觉着可以联合法国等国家, 把西班牙的财产瓜分掉, 然后各自满载而归, 皆大欢喜。 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这是被西班牙国王知道了, 气得差点隔屁, 但是又无可奈何, 毕竟西班牙已经大不如前, 没有这个实力再与英法抗衡。 于是在1700年, 西班牙国王做了一个决定, 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 但前提是要法国保障西班牙能独立发展下去, 并且永不合并。 法国躺着就捞了一堆好处, 自然就不愿意再和英国一起瞎倒过, 并且大肆干涉英国内政, 在威廉成为英国国王的合法性上大作文章, 两国就此彻底撕破了脸。 最终在1701年, 两国大打出手, 战争陆陆续续打了12年, 到了171年的时候, 继位后的英国安妮女王解除了战争总指挥丘吉尔将军的职位, 对外宣布和法国直接谈判了事, 而法国也觉得再这么打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迟早会被战争拖垮, 也赞同立即停战。 于是在1713年, 双方签订乌特勒之条约, 英法双方和解, 但西班牙最终还是被法国拿走了, 而英国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条约签订后, 英国得到了地中海和北美洲的殖民地, 以及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贩卖黑奴的垄断权, 更为关键的是, 英国还拿到了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 而通过这场战争, 英国获得了大量的殖民地, 贸易网连通到了美洲和地中海, 市场也迅速扩大, 促使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 而在英法战争期间, 英国女王安妮在国内也干了件大事。 自1603年开始,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位称为英格兰国王, 苏格兰与英格兰最终合并成为共主联邦, 但到安妮这一带, 由于其无子嗣, 王位传给其他亲戚后, 和苏格兰就没有关系了, 因此苏格兰就提出不再拥戴共同君主, 其实在这百年的时间里, 虽然两方成为共主联邦, 但是大家各过各的, 谁也不帮谁, 谁也瞧不起谁, 偶尔还吵吵闹闹, 苏格兰时不时还搞下叛乱。 说白了, 同个屋檐下打的闹闹很正常,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但是你苏格兰偏要上方揭瓦闹独立, 英格兰可就不乐意了, 但是吵归吵闹归闹, 不能把战争当玩笑, 英国女王安妮为了避免爆发战争, 于是提出两国合并的和平方案, 但合并方案, 刚开始也遭到了苏格兰人民的反对, 但合并毕竟是大势所趋, 慢慢地也得到了苏格兰贵族们的认同, 所以在1707年, 苏格兰与英格兰通过一系列协商谈判, 签订了合并法案, 双方最终实现了合并, 而这次合并使得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形成, 现代英国雏形出现, 而通过合并, 苏格兰也摆脱了对外贸易的枷锁, 坐上了经济腾飞的快车, 同时在1704年, 英国人丹尼尔迪弗创办了报刊评论《真颠示证》, 这成为了英国政治新闻的开端, 迪弗还在报刊上连载了一部大名鼎鼎的小说作品《鲁宾逊漂流记》, 这使得迪弗成为了现代新闻业的先驱, 同时迪弗又是英国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他和他的作品都是英国文学界的封碑。 1756年至1763年间, 围绕着殖民地利益的争夺问题, 以英法为首的两大军事阵营, 在欧美洲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史称七年战争, 当时,英国与普鲁士联盟, 而法国则与奥地利、沙俄联盟, 欧洲强国各自联合强强对抗。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一直矛盾很深, 所以战争不仅涉及到了欧洲本土, 战火甚至蔓延到了英法海外殖民地, 包括北美和印度, 所以七年战争也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从1756年5月开始, 一直打到了1763年2月, 最终英法签订巴黎合约, 五天后, 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湖北尔图斯堡合约, 七年战争正式结束。 英国是在七年战争中最大的赢家, 法国在巴黎合约中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并从整个印度撤出。 法国自此放弃了印度、加拿大、密西西比和东岸, 法国此次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其失去了开拓新大陆的可能性。 七年战争让英国一战成名, 英国成为殖民地最多的霸主, 使它成为了欧洲头号强国, 迈入了日不落帝国的传奇。 海外广阔的殖民地让英国获得了大量的生产原料, 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腾飞。 在18世纪, 欧洲启蒙运动正如火如土地开展, 英国的科技文化技术领域更是如井喷石发展。 1764年, 英国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真一仿杀机, 成为了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 到了1771年, 阿克莱特建立工厂, 带来了工厂制度, 让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转向了新的形式, 由此带来了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变革。 到了1776年, 詹姆斯·哈格改进蒸汽机并投入使用, 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 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 同年, 有威廉斯·梅利主编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出版。 此后, 百科全书一直更新换代, 成为了世界上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之一。 1776年, 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 宣告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诞生。 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著作, 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贸易提供的理论基础, 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18世纪中期, 英国库克船长受命寻找传说中的南方大陆, 并于1770年4月登陆了澳大利亚, 并且宣布英国占有这片土地。 到了1788年1月26日, 英国开始在澳建立殖民地, 开启了对澳洲长达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澳大利亚的发现, 不仅开启了英国对澳的殖民之路, 而且澳洲丰富的资源, 更是促进了英国殖民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 英国刚在南半球的澳洲开疆阔土, 北半球的美洲可就不老实了。 七年战争之后, 英国占领原属法国的加拿大地区, 核心区是魁北克, 法裔居民保留了法国的各项制定和习俗, 还有宗教。 1763年, 英国颁布了王室诏语, 这个法案让加拿大殖民地实行英国议会式政体, 推广英国国教。 但是这显然与信奉天主教的法裔居民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推行起来困难重重, 甚至有暴动的可能。 为了稳定局势, 英国政府在1774年5月通过了魁北克法案, 给予魁北克充分的自治权, 保留了魁北克地区的经济形势, 政治体制和天主教信仰等等, 魁北克一看得到了好多好处, 也就安分下来了。 甚至在北美独立战争中, 魁北克人民甚至还竭尽全力地帮助英国打击美国。 而魁北克法案的出台, 稳定了加拿大的局势, 避免其独立的可能。 但北美13个殖民地可就没那么乖了。 7年战争之后, 英国为了弥补战争中的损失, 对北美殖民地抢征赋税, 此前的航海条例又限制了北美殖民地的贸易。 而在1773年, 英国议会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度过财政危机, 又授予其向北美大量清销茶叶的垄断权, 魁北克法案的出台, 给予天主教徒许多优惠, 也激怒了清教势力为主的北美人民, 都是同一个骂声的。 但是待遇却千差万别。 英国一系列的高压操作, 直接导致了北美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 发动了独立战争。 而法国为了报七年战争之仇, 与美国统一了战线。 最终, 美国在法国的帮助下打赢了独立战争, 与1783年9月签订了英美巴黎合约, 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美国的独立给了英国当头一棒, 随后, 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 也逐渐转为经济管控为主。 1803年, 英法战火重燃, 随着法国拿破仑称帝, 英法两国对抗愈加激烈。 到了1805年, 英法在特拉法加海爆发海战, 拿破仑建制英国本土。 战前, 英法两国都有胜算, 英国原本就是海军强国, 在工业革命后, 海军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显著提升。 而法国的海军原本也不差, 在拿破仑征负西班牙后, 更是得到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虽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衰落了, 当时海军的基础还是很优秀的, 基本上双方势均力敌。 但是对于此次海战而言, 法国可以输十次, 英国却不能输一次。 如果英国在此次海战中输了, 拿破仑会直倒黄龙, 攻入英国本土。 所以,战争的最后, 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 此战使得法国海军再也不能图谋英国本土, 英国开启了百年的海军全胜时期。 1815年, 法国拿破仑战败退位, 为了处理战败后的法国, 划分势力范围, 欧洲各国齐聚维也纳, 建立了维也纳体系。 对于19世纪的英国而言, 此时正进行工业革命, 而海外殖民地也蓬勃发展, 已然是欧洲霸主。 英国不希望在欧洲本土再出现像法国一样的刺头, 挑战其霸主地位。 但当时的沙俄可不怎么想。 1815年, 沙俄与普鲁士, 奥地利签订盟约, 成立神圣同盟。 英国担心沙俄趁机建立霸权, 于是扶植法国以牵制这个同盟。 而后, 在奥地利的邀请下, 英国也加入了这个同盟组织, 后来皇室复辟的法国也加入了进来, 这个同盟就成了维护军组织的工具。 维也纳体系确定了当时欧洲的统治秩序, 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的成型, 英国在这个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维也纳体系并没有解决大国之间的根本利益分歧, 互相结盟和口头承诺也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18世纪下半叶, 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 争气动力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土地获利减少, 工业成为了国家经济的支持, 工人和商人逐渐走上英国政治舞台, 然而, 议会选举的名额依旧牢牢掌握在土地就贵族的手里。 自光荣革命之后, 国王的权力被削弱, 议会君主立宪制确立, 议会成为了英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 而英国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三部分组成。 其中, 英王是世袭的, 上院由各类册封的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组成, 只有下院是由公民普选产生的。 到了1832年, 英国商人和工厂主以及新贵族 想要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于是推动了议会改革。 经过诸多波折, 1832年6月4日, 议会改革法案顺利通过, 工厂商人最终取得胜利, 议会名额按区域划分且更加均匀, 工业区有了名额。 此次改革开创了议会改革的先河, 也让工厂商人掌握了议会的话语权, 开始制定更为自由的贸易政策, 推动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 工厂主和商人通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 获得了权利, 但广大的工人阶级仍旧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英国工人为争取到政治权利, 保障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 从1836年开始, 英国工人先后开展了三次宪章运动, 但是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 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以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 引导着后续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开展。 英国工人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 但是其实世界上第一次极具规模的工人运动, 其不仅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促进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也鼓舞着全世界的工人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持续斗争。 而1832年的议会改革, 同时也促进了英国费奴运动的开展。 自1562年, 霍金斯开启黑奴贸易, 英国已经进行了将近300年的黑奴买卖, 18世纪中后期, 殖民地的奴隶制经济发展迅速, 而黑奴悲惨的生活命运, 也逐渐被报刊书记披露,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费奴运动。 而工业革命让经济发展迅速, 殖民经济重要度也就随之下降, 特别是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 工业区在议会中的席位大幅增加, 对殖民地势力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最终在1833年, 英国通过了费奴法案, 到了1834年8月, 大英帝国下的所有奴隶全部解放。 而英国费奴法案的颁布, 也影响了欧洲及美洲国家的费奴运动。 19世纪40年代,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写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 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 争夺原料产地, 加减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 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 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 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 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 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 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 但英国出口的羊毛、 尼容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 清政府拒绝与英国贸易的请求。 这是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 让英国人非常的不爽。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 赚到中国人的钱, 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英国商贩, 开始大肆向中国倾销鸦片。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造成了大量白银外流, 人民身心健康, 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于是在1838年12月, 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排往广东进烟, 此后便有了著名的虎门硝烟事件。 到了1840年, 英国政府以林则徐的虎门硝烟为借口, 对清政府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并赔款割底而告终。 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 即南京条约。 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底, 赔款, 商顶关税, 此举严重危害中国主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期间,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扩大在华侵略利益, 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 以亚鲁浩事件和马申府事件为借口, 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颇使清政府先后签订爱魂条约,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合约,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 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 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号称万元支援的圆明园更是毁于一旦, 无数金银财宝和文物被焚烧掠夺。 鸦片战争是英国炮剑政策重要的表现, 英国用炮剑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使得其资本主义更快速地扩张和发展。 18世纪后期,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生产方式, 现代化武器也被英国运用到了战争当中。 1853年至1856年, 欧洲列强为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在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了一场大战, 这是世界上第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1815年, 拿破仑战败后, 为避免法国再次挑起战争, 也为了欧洲各国能够相互制衡, 欧洲各国建立了维也纳体系。 然而, 随着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 欧洲列强又开始心怀鬼胎, 都盯着这块肥肉。 沙俄尼古拉一世经不住诱惑, 逐渐爆出了其称霸和扩张的野心, 而作为万年嚼势棍的英国, 一开始就充当和时劳, 对于英国而言, 欧洲各国势均力敌就是最好的结果, 也不愿意看到有谁充当刺头, 挑战起霸主地位。 但现在沙俄好像有点谋权篡位的架势, 于是英国坐不住了, 于是就想请尼古拉一世喝喝茶谈谈心, 但当时尼古拉一世根本没鸟他。 1853年, 澳军和俄军在西末蒲港展开了激战, 奥斯曼帝国在此次战役中全军覆没, 消息很快传到了巴黎和伦敦, 英国彻底坐不住了, 谈不了那就打吧。 而法国拿破仑三世一直也想恢复法兰西帝国的荣光, 所以屁颠屁颠地也加入了英国的阵营。 1854年, 英法组成联军向沙俄开战, 英法联军在此次战役中动用了不少重型野炮和新型现代化武器, 电报, 蒸汽动力船, 铁路等等也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1856年, 俄国承认战败, 双方签订巴黎合约,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俄国放弃了向欧洲扩张的野心, 同时, 战争中大量英军死于补给部族, 暴露了英国政府的腐败, 随后英国开始了文官制度的改革。 在没改革之前, 文官也就公务员, 都是由国王, 大臣或者贵族赐予之位, 也就是恩赐制。 而议会中的两大政党为了拉拢自己的势力, 经常按相操作, 在各核心利益部门都安排自己的人。 武官都是从军事学校毕业相对来说比较规范, 而文官体系就显得非常混乱, 滥用职权, 贪污腐败盛行。 在1854年, 徐威廉与诺斯科特作了一份报告, 即著名的诺斯科特·徐威廉报告, 提出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但这份文件若实施, 将会使大批官员丢掉饭碗, 所以首相阿伯丁直接误事。 直到太晤士报将克里米亚战争中因为政府腐败无能, 导致大量士兵死于后勤, 补给不足的情况报道了出来。 当时消息一出, 举国哗然, 阿伯丁被迫下台, 此后新首相通过了改革方案, 到了1870年, 英国政府发布第二道书密院命令, 在英国实现完全公开的文官考试系统。 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确立, 标志着恩赐制备考试之取代, 对此后反对贵族寡头统治, 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改良, 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而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也影响了欧洲公务员制度的形成。 1600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之后, 便开始大肆殖民掠夺, 英国殖民者通过赋税、 借贷、 收买封建王宫等手段, 逐步控制着印度的经济, 此外, 还强行推行部分西化政策, 特别是对当地的宗教和文化习俗的差异, 事而不见, 引发了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者的强烈不满。 在1857年至1859年间, 印度爆发了一场民族大起义, 而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标志性事件, 史密鲁特起义, 而在此前, 起义爆发的先生无疑是攀敌事件。 当时的英国为了保证贸易安全, 组建了印度雇佣军, 军官由英国人担任, 被称为西帕一团, 但印度雇佣军与英国士兵的待遇却千差万别, 而引爆印度雇佣军怒火, 却是一个小小的涂油子弹。 印度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和印度教, 沾食猪油或牛油是大忌, 但是东印度公司却用猪油牛制作润滑剂涂抹在子弹上, 而印度士兵必须咬开子弹衣才能使用, 这直接导致了印度士兵的强烈不满, 堆积在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 而攀敌率先打响了第一枪, 射杀了一名军事官, 此后,攀敌被军事法庭处死, 但涂油子弹事件迅速传播, 在攀敌事件的鼓励下, 印度士兵纷纷起义, 大规模的军事暴动在密鲁特爆发, 密鲁特事件也成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民在封建王宫的带领下加入到了起义大军, 全印度各区在短期内接连爆发起义, 然而这场起义虽声势豪大, 但缺乏统一领导和周密计划, 一些封建王宫为了自己的利益, 又站在英国殖民者这边帮助打压印度人民。 最终起义失败, 反英大军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 此后, 英国政府撤销了东印度公司的行政权力, 将印度纳入英国政府的直接管辖, 印度末沃王朝也走向了灭亡。 而此次印度民族大起义, 也成了英国调整其海外殖民体系和政策的转折点。 1882年, 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并维护英国在埃利, 英国出兵并占领了埃及, 而这就是英国正式殖民埃及的开端。 苏伊士运河作为欧洲通往亚洲的重要战略要地, 欧洲列强一直对其虎视眈眈, 都想争夺其控制权。 在1875年至1879年间, 埃及爆发财政危机, 英国趁机购买了大量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 取得了运河的控制权, 同时与法国共管埃及, 逐渐控制了埃及的经济。 但对于英国来说, 这远远还不够, 英国希望出兵埃及, 好牢牢掌控苏伊士运河, 以保障其印度的贸易航线。 到了1882年, 埃及亚历山大暴乱给了英国出兵的理由和借口。 在实力悬殊的战斗中, 英国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苏伊士运河, 并扶持傀儡政府, 实现了其对埃及的占领意图。 英国开始了对埃及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此后, 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一波接一波, 直到1922年, 英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 但仍保留对埃国防、 外交、少数民族等权利。 1952年, 以纳塞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 掌握了国家政权, 埃及才获得真正独立。 英国对埃及殖民成功后, 荷兰人在埃及的殖民地就成了英国在非洲继续扩张的阻碍。 在1899年至1902年期间, 为了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 英国同荷兰移民后戴布尔人建立的德兰斯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开战, 此次战争也被称为第二次布尔战争。 1899年, 财大气粗的英国人率先开战, 在战争期间, 英国一度向南非增派了接近45万的兵力, 为了逼迫布尔人投降, 英国人四处烧杀抢夺, 实行交土政策, 这反而遭到了布尔人更坚韧强力的反抗。 在这场战争中, 双方都损失都极其惨重, 英军更是在战争中支出了2亿2千万英镑, 到了1902年, 双方只能握手言和, 但英国也如愿地将非洲殖民地连成了一片, 并获得了南非丰富的矿产资源。 然而, 英国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不得不收起扩张的出脚。 这一战成为英国政治军事和国际影响力的转折点, 英国终止了殖民海外殖民扩张, 收缩了全球战略, 将重点转移至欧洲。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垄断组织的产生, 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14年6月, 萨拉热窝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主的同盟国, 开展了激烈的较量。 从1914年6月至1918年11月, 历史四年的战争给英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英国所属的协约国取得了最重的胜利, 但是英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军费从1914年的200万英镑, 到1917年已经增加至9800万英镑。 除了本土的战争消耗, 英国还要负担其他协约国成员及海外殖民地的援助, 庞大的战争支出也拖垮了英国的经济。 一战爆发之前, 英国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一战过后, 英国不仅流失了大量的黄金储备, 还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成为净债五国, 日不落帝国自此开始衰落, 其世界霸主地位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但是第一次世界战争也推动了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比如, 英国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坦克并投入战争, 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了轻微素等等。 与此同时, 英国工党也崛起于一战, 而工党的崛起, 打破了英国数百年来, 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 形成了英国两党政治的新格局。 1918年, 英国议会通过了全民代表法案规定年满30岁的女性获得投票权, 在此之前, 除了女王英国女人被排斥在政治之外, 到了1928年, 为实现男女平等的权力, 又把女性的投票权的合法年龄降低至21岁, 女性的政治权力进一步提高, 而1918年, 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 也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基于女性选举权的国家。 一战后, 巴勒斯坦地区由英国托管, 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积极推行愤而致之的政策, 默许和支持阿游双方建立自己的民族自治机构, 大量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下来, 他们建立自己的社区和城镇, 并且极力排挤阿拉伯人, 导致巴勒斯坦地区冲突愈演愈烈。 1917年11月2日,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夫致韩英国犹太副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 而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夫宣言。 贝尔夫宣言, 使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 使世界主要国家认同犹太人在回归巴勒斯坦的重要宣言, 也成为以色列建国历史上的重要文件, 但也是导致后续巴以冲突的重要原因。 一战后让英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海外庞大的殖民地再也无力维持。 与此同时, 一战后英国殖民体系中的各个国家都闹着要分家, 于是在1931年11月21日, 英国颁布了威斯敏斯特法案, 这个法案从宪法上确立了自治领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主权地位, 享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 与英国一起组成英联邦, 共同效忠英王。